超噁心 賣場泡菜吃到紗布 我在我的嘴巴裡還嚼 嚼到它的汁都嚼出來 嚼不爛把它吐出來 才發覺是紗布 這種感覺可能一輩子都不敢吃了 因為超級噁心 泡菜罐頭中 這片很像菜梗的東西 仔細一看 竟是一塊被透氣膠布包住的紗布 高雄這名邦先生投訴 上個月在全聯左營大陸店 購買這罐韓英公司進口的韓國泡菜 本月2號使用時 卻吃到這塊東西 因為紗布被透氣膠布包住 他擔心這是醫療廢棄物 馬上聯絡韓英客服專線 卻沒人接聽 直到5號韓英才回簡訊 要他和公司聯絡 他的意思是說 我自己可以夾一塊 年糕給你 你這個給我一個人是便宜的 好像不太對 因為我就是要那個檢驗報告 因為我不知道這是什麼 所以他那時候一直很強調 要馬上拿這個 不然我賠償你一千塊 我說不是錢的問題 韓英於是在8號派人來取樣 並承諾15號會給答案 但直到昨天中午人無消息 那我是氣他們的那種態度 要求業者限期改善 否則將儲600萬元以下罰還 或命其歇業 動新聞 紗布沒血跡 難道可以吃嗎 報導